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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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午安 我是康榮 我在微軟公司扮演兩種角色 首先我是台灣微軟的分公司的營運長 但是年初我們大中華的總經理 他有邀請我戴第二頂帽子 就是來負責我們大中華區 所以中國 香港跟台灣 物聯網的商業策略 我有個好朋友就問我說 哦 這責任好像薪酸很大哦 他說有沒有加薪 我說 加薪 沒有加薪呢 他說 哦 真的符合你們公司 Windows 10 的策略 你這個叫做免費升級 我說 欸 真的 倒楣 其實也是很好玩啦 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科技產業可能最好的趨勢就是物聯網 好 所以物聯網簡單的解釋 我來用一個故事 用球鞋來解釋物聯網 請問 球鞋這個產品 沒什麼特別對不對 大家一定至少有一雙在家裡 可是我問問各位 有路跑的朋友嗎 有慢跑的嗎 請問消費者怎麼知道 要什麼時候換球鞋 蠻有趣的問題對不對 都是看個人的需求 你跑步覺得 嗯 球鞋好像有點舊了 有點怪怪的 或者膝蓋痛了 或者 啊 這是去年的季節 不時髦了 我要換球鞋了 相反 如果是製造業 我知道我們中南部 有很多製造業的中小企業 你如果是製造球鞋 你知不知道你球鞋出廠之後 出了工廠之後 到底有沒有人買 不知道 有沒有使用者用它 也不知道 那個使用者是不喜歡你的球鞋 跑得愉快不愉快 也不知道 但是 這個基本產品 如果我們把產品裡面 擺了感應器 晶片子 所謂的物聯網 把它連上雲端服務 可以連到微軟的Azure 藍天的IoT 物聯網的服務 為什麼 我們這個製造業 就可以提供一種新的服務 給消費者 它可以每一雙鞋 就有一個提醒消費者說 貴賓 我們有一種新的服務 如果您要的話 我們是尊重您的隱私 可是如果您要的話 上網登記 我們就會開始收集您的數據 跑步的次序 跑步的距離 您的體重的壓力 跑步的方式 然後我們會把它整合 跟全球我們客戶的數據 然後用雲端上面的服務來分析 我們會預測 為了您的健康 你應該什麼時候換球鞋 然後我們會提早一個禮拜 寄一雙全新的球鞋給您 將來這個製造業 還可以把它的球鞋 加上雲端服務 物聯網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 為什麼不能把球鞋的訊息連到 比如說智慧手機 連到運動的量 連到比如說醫師 醫療 畢竟可能會有保險公司 還願意提供一種服務 就是說每個禮拜 如果你每一天都走至少一萬步 我會付錢給這個消費者 會付他五百塊台幣 好像神經病對不對 可是如果每個人每一天都走一萬步的話 他會比較健康 會 會健康很多對不對 平均他們的醫療的費用會不會降低很多 會 最後的意義 是讓我們把產品服務化 各式各樣的產品都可以服務化 那什麼是物聯網呢 我們微軟的看法是 物聯網有四種基本的層面 首先當然要有物件 要有裝置 所謂的thing Internet of Things就是東西物件 那個裝置是基本的起點 但是它不足 不能只是看裝置 它必須需要連到雲端服務 必須需要收集數據 然後分析它 它才有用處 才會提供更厲害的服務 這是四面的 然後維爾公司提供的服務 是雲端的平台 我們的Azure 也是提供大數據分析的工具 但是我們是跟各式各樣的公司一起合作 做出不同物聯網的應用 好 那個球鞋的案例 我兩年前開始談物聯網的時候 我是自己想出來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比喻 來讓大家認識物聯網 了解它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後來我有一個大陸的合作伙伴 現在他真正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已經開始發生了 來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有趣的案例 真正的案例 當然這是很可惜一件事情 我自己個人在巴黎住過兩年 然後那個恐怖分子的事真是很悲哀 可是我講的案例不是這件事 巴黎有一種汽車服務叫做AutoLib 自由汽車 它就像台北的U-bike 或者台南的T-bike的這種概念 可是是汽車 是給每一個人不需要有自己的汽車 不用買自己的汽車 你就隨便隨時隨地都可以去免費 不是免費 很便宜地租一台汽車 叫做AutoLib 它背後是跟我們合作用維爾人的平台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看一個短短的影片 介紹一下AutoLib 讓我來談談它的影響力 根本身上的I-T assets 和Microsoft technologies The BulaRae Group 和I-E-R created an ingenious Electric Car Sharing Solution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utoLib is transforming the daily commute for thousands of Parisians The system connects cars WithAutoLib's things Rental kiosks Charging stations The cloud And a central management system Drivers sign in at a street-side kiosk Select a plan And minutes later They have access to a whole fleet of cars Scattered in and around Paris And with GPS navigation And personalized settings The in-car experience offers something Almost as beautiful as Paris Free and easy parking By tapping into data AutoLib is taking thousands of cars off the road Cutting driving costs by 90% And cutting pollution by millions of metric tons each year Breathing easier Saving money And spending less time in traffic That's the Internet of Autolib's things It's here Right now 好 所以巴黎有這個分享汽車的服務 叫做AutoLib 它對消費者的好處是什麼 不需要買自己一台車 可以減省至少90%的費用 它還有一種好處 因為它是一個物聯網智慧的裝置 消費者一坐進車子裡面 它會調整 比如說空調 它會記得 這個消費者喜歡比較冷還是比較熱 它會調整收音機最喜歡的那幾台 它導航會記得你的地點 所以它是認識那個消費者 對不對 它對巴黎有什麼好處 它減少車輛 所以巴黎不會那麼用塞 然後還什麼 比較環保 對不對 它的二氧化碳會減少很多很多 我們最近台灣的空氣品質不是很好 所以我是鼓勵大家考慮 我們是不是台灣也應該大量來推銷 這樣子的這種新時代的 物聯網時代的車聯網的服務 所以背後我們看每一種物聯網的案例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模式 對不對 在大家的左邊是裝置 無論是球鞋還是是汽車還是是電梯還是是怎樣 家具什麼都可以手機 電腦 然後通過智慧平台 智慧雲端平台來收集數據 然後分析它 它右邊推出來的就是更好的服務 提升的服務 物聯網的這種應用基本上是無限的 只有限制是我們 只有一個限制就是我們的想像力 我最近有在跟日本跟大陸一個合作夥伴在談 他就跟我說他要用物聯網做智慧農業 我說好啊 智慧農業是什麼意思請問 請教 他說我要在我的乳牛 每一頭牛上擺桿一起 我說我聽錯了嗎 每一頭牛 乳牛上要擺桿一起 我說為什麼 幹嘛 他說如果我可以測出來每一頭牛 第一每一天走多少步 第二它在哪一個草坪吃草 他說我可以預測它生產出來的乳奶有多好 它品質有多棒 我說哇 你如果給我一百年 我可能都沒有想到這樣的應用 但是物聯網真正是各式各樣的產業 大小企業都有機會轉新轉變他們的這種商業模式 好 最後我覺得從維爾爾的角度 我們的設計這種基本的規則跟哲學是什麼 就是把人使用者的需求擺在中心 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是很尊重客戶的選擇 就像我講的那個例子 球鞋的例子 我們要尊重消費者的選擇 我們要給消費者這個選擇 說我不要你收集我的數據 我們尊重你的自然 你的數據是你的數據 這是維爾爾基本的規則 你不收集那個數據 那你的球鞋就是像普通的球鞋一模一樣的對不對 然後你是要讓客戶知道 有這種新的服務它有什麼好處 如果他有這樣的需求 他可以來決定要不要參與 好 那轉到台灣 在物流網世代 我們台灣如何呢 其實維爾爾是非常看好台灣 過去幾個禮拜我們跟經濟部一起合作 還有超過30多個台商 我們在台灣有很多非常好的合作夥伴 我們就宣布 維爾爾在全球第一個物聯網產業中心 產業發展中心是設在台灣 真的 所以這件事情是 我們歡迎各式各樣的合作夥伴在台灣來參與 無論是大的OEM、ODM製造業 無論是小的開發者 這個在物聯網的時代都非常重要 因為常常會是 反而是小的公司 是創新的公司 有最突破的主義點子 來做物聯網的應用 這是為什麼維爾爾選擇了台灣 其實台灣有非常非常好的基礎 第一 人才的教育程度非常高 第二 台灣是一個非常接受科技的小島 第三 剛才有人講是說 小日子 對不對 其實在物聯網的時代 維爾爾認為 以前的模式是 小樣、多量、成本低 對不對 這是我們對岸的可能最厲害的地方 可是我們認為在物聯網時代 反而是 多樣、少量、品質高、價值高 這才是重點 這裡我們在台灣比較有小而美 小日子的這種看法 如果可以真正做出文化上、應用上 這種有差距的地方 其實在物聯網的時代 會非常有進展力 但是我們在台灣還是有缺乏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認為說 我們在台灣的製造非常厲害 製造也很厲害 可是在物聯網 我剛才談的 它的意義是什麼 是產品服務化 對不對 一旦變成服務 就要怎樣 要多理解客戶 客人的需求 他們的情緒 他們要什麼 因為一旦這個球鞋 從產品 以前製造的這個產品 它放在卡車上 離開工廠之後 你就覺得工作完成了 對不對 你不認識你的真正最後的使用者 你可能不關心他 一旦你提供服務之後 你就變成有一個長期的關係 對不對 你就認識這個人了 你可能每一個跑步的消費者 都有不同的需求 有跑步一個禮拜十公里的 有跑步一個禮拜一百公里的 這種客戶有不同的需求 然後我們要多了解 多認識他們 這就變成台灣的中小企業 台灣的新創公司 我們要多理解什麼 就是剛才的講師講了很多 心理學文化 這種反而是要真正理解客戶的需求 的起點 然後真正聽到客戶的需求 聽到他們的聲音 設計的產品跟服務 是完整的一套 這才是真正的所謂高價值 剛才我談了物聯網四層面對不對 從裝置加上雲端服務加上 收集大數據還有分析 裝置是大家看得到碰得到的地方 想到物聯網就想那個物件對不對 想到這個球鞋 可是它其實是 是價值比較低的地方 因為每個人都做得出這樣子的東西 反而是做出一套完整的 比如說我們那個球學的製造業 他提供服務 直接認識消費者 還把他的服務跟整合 跟醫療、醫院、醫師 跟保險公司一起整合 本來可能一雙鞋子賺幾塊錢 變成每個月提供的服務 都賺好幾十塊錢 這就是我們台灣需要走的方向 然後維爾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各式各樣的台灣的合作夥伴 一起合作 把物聯網的潛能帶給全世界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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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